东风21D出现后 美军航母更安全活动海域 首选是冲绳东部海域附近 为何说如果美军傻一点 中国肯定不客气的炸掉此基地 大家好 我是刘璐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8月底 我军在多个海域同时开展实弹演习 还发射了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意图非常明确 就是针对美国航母战斗群 于是乎 打航母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 但无论用什么武器攻击航母 都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锁定航母 中国面对美军航母的袭绕 已经有几十年了 以前美军航母可以从南到北 随时随地地靠近中国金海高演习 然而 自从中国的东风21D反舰导弹出舰以后 美军航母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同样 美国航母在中国周边的安全活动范围 也大幅减少 这也变相提高了我军侦察航母的效率 由于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 美军航母需要更加安全的活动海域 首选是冲绳岛东部附近的海域 目前美军只有在冲绳岛拥有军事基地 并部署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防空系统 这些武器和防空装备可以给美军航母带来情报和弹道导弹预警 当然 如果美军傻一点 直接动用冲绳美军基地的力量干预我们 那么 中国肯定会毫不客气的炸掉这些军事基地 然而 这些军事基地只当观众不动手的话 我军也没有理由炸掉它们 不得不说 这一点实在太恶心人了 要知道 一旦美军航母在冲绳东部海域活动 我军东风系列导弹对它们发动攻击 必然会经过美军基地 在这时 美军军事基地防空系统给美军航母提供情报 甚至帮助锁定东风导弹 那么将给我军反舰航母作战带来不少麻烦 综合分析 美军航母编队或者几个美军航母编队 最大几率就是在冲城东部海域活动 不过 如果我军集中侦察力量 在这个区域内搜索美军航母 使用现代卫星侦察等多种先进侦察基础 那么发现航母编队是比较容易的 真正难点其实是锁定航母 尤其是东风系列导弹 最后发动攻击阶段需要给它们 传发准确的航母位置 不过中国在高空侦察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歼20隐身战机 不容易被美军雷达发现 可以客串当侦察机 由于航母目标庞大 不需要歼20开启雷达 只用机头的综合光电系统 在几十公里外就可以精准锁定航母 但侦察主力还是得用 无侦8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 这款无人侦察机是高超声速飞行器 也拥有隐身外形 最重要的是它速度够快 可以超三倍音速飞行 飞行高度在三万名以上 远超常规战斗机 即使被美军发现也难以被击落 它同样使用综合光电系统 在几十公里外也能精确锁定航母 加上卫星通讯装置 实时把航母数据传输到我军的战斗网络中 精确引导我军东风导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我是刘露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会